暑假到了 学生们纷纷走出校园 各式各样的营队也跟着开始 在南看国小举办的直排轮营队 让亲子一同参与 也宣扬反读的理念 一个礼拜的时间 将带领小朋友从头开始 学习各种溜冰的技巧 让暑假增添精彩 小朋友在直排轮上开心的溜冰 家长也在旁边关心的照料 德修宫慈善文教基金会 和市议员郭丽华主办的溜冰夏令营 从24号开始在南看国小正式开溜 有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参加 希望能够让暑假过得更有意义 这次参加的这个校令营活动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它就是可以让小孩子 参加直排轮 它从不会到现在已经 就是很平稳 然后也就是也 就是它通过这个课程 可以了解说团体的生活 然后教练也会引导他们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其实这个活动 办得很不错 然后可以让小孩子学到 溜冰啊 直球啊 篮球啊 然后让小孩子的平衡感变好 然后也可以来进教朋友 跟消耗体力 暑假到了 学生们纷纷离开校园 夏令营除了倡导运动 也加入了反毒的课程 让亲子一同来学习 不要在放假的时候 增加接触毒品的机会 也培养学生们健康的休闲活动 孩子们一踩上直排轮 一开始还有些跌跌撞撞 有家长在旁边的支持 即使跌倒了也会很快的站起来 那我认为现在的社会 因为犯罪的年龄 逐渐在降低 毒品也越来越泛滥 我们应该从学统的小朋友 有小做起 告诉他们 怎么去认识毒品 怎么跟毒品说不 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那今天我们办理这个 滑轮的比赛 这个夏令营 这主要是推动 让小朋友有一个 有益身心健康的运动 暑假要干嘛 不只小朋友在意 家长也该多关心 小朋友的假期 才不会让毒品程序而入 桃有线新闻 陈延任如竹采访报道